《每日与主同行》 欢迎大家收看《每日与主同行》节目 我是奴维日牧师 是温哥华华人基督教会的牧师 我希望在这六次的环节里 跟大家分享信仰多面的思考 特别在今天这个都市生活里面 我们很多人是忙于生活上的种种牢独 我们忙到地步是完全成为一种精神上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在这个年代 我们更加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去学习经历上帝更加亲密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过往的日子里面 很多人以为基督徒的生活 信仰的生活 只是限于教会的聚集 限于群体的那种生活的表现 没错 这个都是基督徒生命的一方面 但是其实更加重要的 乃是基督徒在他的个人日常的生活里面 怎样去经历上帝与我们同在 或者可以这样说 我们怎样经历与神同行的一种信仰的生活方式 在福音书里面其实很清楚给我们看到 主耶稣他没错 他有很繁忙的一种生活 他要接触很多的人 他要见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见不同的 不少的人 也都很繁忙的那种每日的生活 但是在圣经也都给我们看到 他在一个繁忙之中 他懂得在静默的时间 例如好像在清神的时候 他怎样去跟天父上帝有这个静默的 安静的时刻 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其实体会到耶稣基督那个榜样的时候 其实都使我们去记住 去学习主耶稣的生活的一个模式 好叫我们在繁忙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都仍然可以经历到 上帝每一日与我们同行这种体验 其实在信徒之中 很容易学习一个榜样 也是福音书里面几个门徒 其中有彼得和若翰 彼得是一个很冲动的 一想就要做那种人 很多时候人们觉得他是不加思索的那种 但是其实在他人的操练里面 他更加是需要学习 一种在静默的时间去亲近神 认识神 相对来说有一位门徒叫做若翰 他懂得在这个适当的时间 特别私下的在与耶稣的相交的时候 他问一些很贴切的问题 所以在若翰的人生里面 他留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书信 包括他所写的《啟示录》 包括他所写的若翰的书信 其实是很反映出他如何 怎样与上帝的交往 很多信徒觉得若翰能够看到 上帝给他这么多的仪仗 《啟示录》所说的领寿等等 是其实反映出他有一个很好的熟灵的操练 就是他即使在一个孤单的时间 孤独的时间 他仍然可以能够静心的 聆听等候上帝的话语 上帝给他的信息等等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一个繁忙的生活圈子的时候 我们更加需要学习一个静修的时间 不是说我们需要学习一些 一定要去到一些静修院 一些地方才可以静修 在一个安静日常生活的环境里面 我们去建立一种熟灵的操练 透过我们自己安静 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单独的时间 去经历上帝给我们的种种的恩惠 上帝的大爱 正如书道约翰他曾经这么说 在约翰一书他说 爱女没有惧怕 爱记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约翰一书清楚反映出 约翰是一个从主里面 领受上帝的大爱的时候 他能够可以很容易地 不怕任何种种的难助 不怕任何种种的环境 都可以去宣扬上帝给他的爱 大兄姊妹在我们今天居住的各方面 虽然有不同的生活的处境 但是很盼望每一位的大兄姊妹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在我们现实的世界里面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环境里面 每一天能够学习操练 上帝与我们的同在 透过我们每一天 能够有一个静默的时间 一般我们都很相信 起床一头半个小时 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我们与上帝的亲近 我盼望这个都是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都能够可以学习到的 以至在这个操练当中 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同在 是很实在的 上帝与我们同行 是每一天的事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和谐频道的发展 哇!很厉害 很有仪仗 也有上帝圣灵的祝福 在这个和谐频道里面 利用到手机的软件 对你自己 对微信的 对目者 和谐频道 将会给你 很大的祝福 对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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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这是 多抱寬 像